以玛丽堂的家人们和朋友们主日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线上和大家一同的来参与崇拜 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 以首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过后将由詹瑞正牧师来为我们正道 祝着现在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主就是我们的力量 祂是我们永远的拯救 也永远在我们左右 哈利文雅 我们永远在我们的心 给我练习 让我看到天时天群 兄弟的恭敬 我要更坚定 欣赏你 你是我必要 你是我用的力胜胜 你的左手是怎能力 卸出荣耀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比不及他 靠着你的胜利 你的依序 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比不及他 神啊 谁的生命 自身自容 看守靠内身心即使 只要我看得起 我比你练习 让我看到天使天气 我比你练习 我比你练习 终于你的风气 我要感谢你 我做变成公主 これは变成公主的温暖 是给你练习 是存在本地 卸出的荣耀 我希望 祝你永远在我所有 只要 有你在我所有 我並不去怕 靠著你的身裏 你的依序 永远不放心 只要 有你在我所有 我並不去怕 靠著你的身裏 自身自容 可送口袋是心情事 誰能空格 誰能抵抗 我是神所皆是你 我是神所皆是你 誰能空格 誰能抵抗 我是神所皆是你 我是神所皆是你 誰能空格 誰能抵抗 誰能抵抗 我是神所皆是你 我是神所皆是你 誰能空格 誰能抵抗 我是神所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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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去怕 靠著你的身裏 你的依序 我永远不放心 只要 有你在我所有 我並不去怕 靠著你的身裏 我並不去怕 靠著你的身裏 我並不去怕 靠著你的身裏 自身自容 可送口袋是心情事 神愛是你 神愛是你 自心自容 自心自容 可送口袋是心情事 神愛是你 自數自容 柄 resort口袋是心情事 神愛是你 自體自容 可送口袋是心情事 亲爱的家人们,主日平安 我们很高兴今天在主日信息里面 我们可以延伸我们科目师在上个星期所说的 防备一端人人有责 今天我们有责任来防备所有这些伤害教会的一端邪术 我们每一天都要接触到钞票、钱 所以当很多时候我们拿到微钞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那个是微钞 我们还以为是钞票,我们就使用了这些钞票 但你知道如果人不接收,银行也不收 我们才知道那个是微钞 在这个银行界里面 那些服务员他们需要去辨认钞票 才能够到柜台里面做收取钱的工作 所以他们每一天要用一些时间去训练 训练什么?去接触,接触那些钞票 每一张他们都要接触 以至到他们能够分辨 现在虽然有很多的机器可以分辨钞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真正地用我们自己 接触到这个钱 所以不知道那个是微钞 今天我们信仰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可以信耶稣很多很多年 可是如果我们不读经 我们不祷告 我们不灵修 我们不行出来 我们跟这些微钞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不会辨别的 所以今天要使得我们灵命成长 今天我要讲 就是谨慎披着羊皮的狼 进到羊圈里面来 我们要防备一端 耶稣复活之后 许许多多的人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有许多的一端邪说跑出来了 有许多假先知跑出来了 所以也有很多很多的 这一些一端分子 他们说了许多歪曲圣经教导的话语 在末世我们也看到 有许许多多的人 就称为他是基督 也看到这些人 其实是在迷惑教会里面的成员 误导里面的成员 所以有一些人都信以为真 以为那个是事实 一端跟一教是不同的 一教是别的宗教 那一端呢 就是超越基督的教训 他是超越基督的教导 一端不是很远的地方才有 其实一端是发生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教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异端偏离了正道 自己要高举自己 所以造成了有很多的邪说 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如此说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长报的狼 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原来这段经文之前 耶稣教导门徒 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 是王金律来的 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走基督徒 基督教这个道路是窄门来的 我们要很谨慎的 进到这窄门进去的 宽阔的门使得我们跌倒 窄门使得我们谨慎 要防备这些假先知 接下来 耶稣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怎么样去 辨认这些假先知 要看他的国子 看他的国子 你就有办法去辨认 这是真伪 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里面做 为什么要防备这些人 他们又怎么样进到羊圈里面来呢 我们要如何防备他呢 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什么是先知 假先知跟先知有什么不一样 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 为神出口 为神说话的人 那假先知呢 明福其实假的嘛 神没有说 他说 那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属灵 但是里面呢 高举他自己 那我们就看到他讲的很符合圣经啊 但是呢 从中呢 有偏离了那个真理 所以他们所说的一切呢 我们真的要很谨慎 去了解 在这个异端学说里面呢 我们有看到 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的 有许多的人认为 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 他偏行的 他只相信 耶和华一 另外一些人呢 就说 我的话跟圣经的话 一样重要的 那个他认为 他自己 才是那个神的话 另外有一些呢 就认为 你要守律法 如果你不守律法 你就不得救了 这个 在这个耶稣升天之后 有许多的人 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 他就把 这个 不必要的 这个 就业的说法 带进教会里面 今天我们得救 不是守律法 我们才得救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 因为我们是靠着圣灵 我们是靠着耶稣 耶稣的这个恩典 我们得救的 今天有一些人 他就说 你要守安息日 如果你不守安息日 你也不得救 所以弄到很多人就很乱 就来问我 牧师我们是不是没有得救 是不是没有守安息日 我们就没有得救 也有一些人来问我 他就告诉我 我们今天要守就业的律法吗 如果我说不需要呢 他一定来问我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守就业的律法 耶稣说 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一点一地 我们都要知道 上帝的话是yes and amen的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 为什么不守这律法呢 原来在那个时候 那些犹太人 那些文士 他们就说 你要守什么律法呢 你要守守革履的律法 所以这些人 如果你要进到教会 每一个你要守革履 如果没有守革履 你就得不到救恩 这是他们说的 所以我们第一点 我们要谈到 谨慎自守 不受迷惑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 有水多的这一些 异端邪术 随便说了就算了那些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不可以听从他们所说的 我们要听圣经所说的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要谨慎 在这个马太福音 刚才我们读了 要谨慎 要防备这些假先知 又说了 他们是常暴的狼 他们来就是来破坏教会 导致到人的家庭受损 导致到人的生命也受死 受控制 这些都是常暴的狼来的 在马太福音24章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 骂我明来的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水多人 什么是迷惑 迷惑就是一个陷阱 他开了一个陷阱 让你掉下去的 他说迷惑呢 使到我们不懂的方向 迷惑呢 就是用欺骗的手段 使到我们不能够分辨 似是而非的真理 披着羊皮的狼 进到我们里面 使到我们摸不少头脑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耶稣会做这句话呢 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跟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 勾引一个人路教 记录了教 即使他做了地义之子 比你们还加倍 原来在那个时候 有一般假冒为善 文士已经进到教会里面 来做什么呢 来要欺骗 在那个时候呢 耶稣升天之后 这些人就来了 这些人来欺骗了许许多的 他们可以去传福音 他们可以去传教 他们所传的教 是传给他们自己 而不是传救恩的福音 这些人录了教 录了什么教 犹太教 进到犹太教里面呢 就叫他们守律法 就叫他们不可以做 许许多多的事情 直到他们离弃基督教 这些人 直到这些基督教的救恩 变成贬值了 贬化了 变成被谎言所欺骗了 基督教本来就是 借着恩典 借着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得到救恩 借着恩典 不是借着行为的 所以他说 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得不着这个救恩 这个就是歪曲了神的真理 他们歪曲了神的真理 并且有一段经文 他就说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常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啊 我预先告诉你们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 基督在旷野 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 看啊 基督在内物中 你们也不要信 闪电从东方发注 直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是这样 这些话语 我们要很小心 如果不跟着圣经 去教导或者从圣经来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 好像刚才有一句话 闪电从东边发注 直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在这里 他们断章取义 哪这一章 哪这一段经文就说了 他们就是将要来的基督 将要来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就成为东方闪电 上个星期我们科目师也说了 东方闪电 西方打雷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他们说 他们就是那个全能神了 另外有一些 这一个教派 他们就说了 哦 他在16岁的时候 被上帝呼召了 完成上帝要他做的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要把这一些夫妻配合起来 只有他们夫妻才能够配合 这一些婚姻 而人自己自由恋爱 不能够使到他的婚姻得祝福 因为生下的孩子都是有罪 罪生而来的 所以这个教会就有一大班人 就听了这个牧师 做了这个婚姻的配合 你看 这个就是他们的邪教 他们的邪术 有一些人就迷惑了 迷惑使到很多的惧怕 放在信徒的心中 使到他们被控制了 影响到他们的生命了 并且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 如果你们不去传福音 那你们的家庭会受到咒诅 这些话也使到人惧怕 这些都是一端邪说来的 圣经没有如此这样说 我们就不要随便的去接受 他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 他们打着耶稣的名字 但是他们接下来呢 就是讲到他们自己 并且另外有一套人 他又在说了 他说了什么 我们要灵巧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要灵巧像蛇 所以说说谎言 是无关大雅的 无关伤害的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耶稣说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不可以说 开玩笑 嬉笑的话 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话 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学习 怎么样的去分辨 怎么样的去分辨 这些不属神的话 只要 只要以真理有抵触的 我们绝对是不能够接受的 唯有圣经 唯独一本圣经 没有额外的圣经 也没有额外的一卷书 唯有这一本圣经 唯有这六十六卷的这个圣经 叫我们六十六卷书 叫我们懂得更加认识真理 更加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 今天很关键 我们只要认识这圣经的真理 真理就是我们信仰的源头 让我们也认识到 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的神 昨日 今日 昔日 永远不改变的神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神 我们的基督耶稣 唯你的罪 我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一位基督耶稣 没有别的基督 只有一位 我们也要相信圣灵也是神 圣灵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明白真理 使我们更加知道 我们所走的道路 是要靠着圣灵行事 今天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末后有盼望的 不是没有指望的 有一些教派就说 我们末后没有指望的 撒杜盖人说 我们没有复活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承认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使了他复活 今天我们信靠他的 我们死后 我们也复活 今天我们相信 我们这位耶稣 他使到我们 死后也能够复活的 那一位神 所以在信仰里面 我们不要被迷惑 记得什么叫迷惑 迷惑就是陷阱 不要让异端 邪说告诉你 使到你跌到 那个陷阱里面 我对耶稣基督有怀疑 耶稣基督 他死了三天后复活 记得有复活的 所以今天 耶稣复活的灵 住在你里面 也住在我里面 使到我们 每一个人 有能力 对罪说 No 所以今天 如果你相信 相信这话 你就说Amen Amen 我们相信 我们的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 已经完成那个救赎了 不需要我们靠什么遵行 那一个律法 我们才能够得救 也不需要我们所做的一切 才能够得救 今天我们既然信了耶稣 我们就知道要走耶稣这条道路 使到我们生命能够改变 使到更多的人 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从圣经里面 知道我们能够活出 耶稣基督的爱 圣经告诉我们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我上个星期 去到某一个小组里面 有一个姐妹她分享 她说我不会圣经 但是我知道有异样 就是要爱 所以我看到这个姐妹 她的心胸如此的宽广 我看到神的灵 就住在她里面 虽然她不会 什么 她说什么都不会 但是她知道 怎么样去饶恕人 怎么样去爱人 我们感谢神 神的爱就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的爱也住在我们里面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 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商记得说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今天我们的咒诅 耶稣已经为我们淡淡了 弟兄姐妹 你不要再怀疑 我是不是还在被咒诅 耶稣已经单单 我们所有的咒诅 所有的咒诅 他已经淡了 你不用再为你自己过去 过去的伤害而忧虑 你也不要为那些人 异端邪术 在说你的 你开始 直到你 常常活在怀疑里面 第二点 我们要做的就是 遵行父子 忠心跟随耶稣 遵行父子 忠心跟随 我们要如何来遵行呢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 当上帝的话语 一解开的时候 使到我们有得自由 神的话使到我们每天活在自由当中 神的话使到我们不活在罪当中 今天我们有上帝的话 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我们不要去听那些异端邪术的方式 去使到我们活在很多的惧怕里面 我们要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就放住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耶稣说 我就是门 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赤 主耶稣他告诉我们 他就是那个大牧人 是我们灵魂的监督 是我们的保护 是我们的避难所 牧者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使到我们羊群跟随他 使到我们知道我们的牧者是谁 耶稣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知道牧者也了解羊群 也能够喂养羊群 也按时分量给羊群 知道羊群的状况 耶稣说既放住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我们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羊 为什么人会成为他所比喻的羊呢 因为我们人看不远 我们人只是很短视而已 我们看不远 羊只能够跟随大牧者 我们羊做羊的不乱跑 不乱吃 不做独行侠 当如果一只羊做独行侠 离开羊群的时候 他就会给二者所偷弃的 他说盗贼来 无非要偷弃杀害毁坏 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盗贼来来偷弃我们的平安 盗贼来来偷弃我们的祝福 盗贼来来混乱教会的规矩 盗贼来来混乱教会的和平 但是耶稣说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说他自己是一个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生命 他不是故宫 牧者也不是故宫 牧者因为是呼召 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 牧者在上帝的面前 看顾上帝的羊群 羊群也跟着牧者往前走 羊群不做渡行侠 第十二节说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就撇下羊逃走了 狼就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今天我们要很谨慎 耶稣说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虽然看不到眼方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听我们的牧者的声音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很敏锐的 这个鼠灵的耳朵 我们要很敏锐的一个鼠灵的耳朵 要知道这个声音是从牧者来的 还是从别的牧者来的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看到网络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看到你随便转一个台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讲道 你随便看都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牧师在讲道 这些讲道都好的 有一些人因为他们乱吃 所以也知道他们不能够分解信息的中药 造成了有水多的误会 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有一些人因为到这个不同的平台 去看这个讲道的时候 就认定 哇 这个牧师说得太好了 就认定他是牧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牧师他不是你的牧者 他不可能关心你的需要的 今天你要认定你自己的牧者 你的牧者才知道你的需要 你的牧者才能够及时到你需要的地方 到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祷告 看顾你 因为他们不是故宫 牧者看到羊 是因为上帝所托付给他的羊 他就知道会爱那个羊 一只羊不见了 耶稣说他会把他刚在他的肩膀后面 把他们带回到羊圈里面来 羊群要很谨慎 不要一点点就埋怨 一点点挫折 就跟我们的上帝赌气 不祷告了 甚至不来教会了 现在我们看你要来教会也没有办法来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使到我们都不能够实体的聚会 求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要在上帝的话里面砸根 要走呵护神心意的道路 学习那些羊群 真的在羊圈里面 好好的将上帝的话语吃进去 因为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个议许 他说我们出入有草吃 我们吃这个草 就是圣经的灵粮 圣经的灵粮叫我们吃下去 我们就能够使到我们属灵的生命 能够成长 我就是门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 耶稣说我就是门 除了耶稣 没有别的拯救 我就是门 耶稣就是门 耶稣就是门 弟兄姐妹 除了耶稣 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从耶稣那里来的必然得救 从耶稣那里进去的必然得救 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别的方法 耶稣基督只有一位 他只是那一位而已 记得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 基督已经来的 我见过他了 他是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去相信 当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必然要得救 脱离神会帮助我们 脱离这些危险 并且出入得自由 得草吃 使得我们得以满足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 牧人的间度了 我们感谢神 以前过往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今天耶稣将我们的罪都单单了 使到我们今天都回到上帝的羊圈里面 羊圈里面 我们有神的话语喂养我们 我们在羊圈里面 有神的看护 有神的保护 使到我们不偏行己路 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 二者就很容易来欺哄我们了 在一个我们看到 一端也趁着我们软弱的时候 他讲似似而非 如果我们的信心在耶稣里 不能够坚定 并且在神的话语不能够杂根 我们很快就被这些异端邪说所骗去了 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六章六十三节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灵就是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 今天我们要尊主为大 今天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耶稣 我们要忠心跟随他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到九节又在说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哄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到这些 二字力来的时候 异端邪说来的时候 要站稳脚步 不要听信他们 去找你们的组长 去找你们的牧师 他们会帮助你的 如果那些人去告诉你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用求神的 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说你给我吧 你给我 我告诉你 我们祈求就给你得着 如果有一些人教你这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很小心 那一端的教导 高举的是自己 一端的教导 它不是造就人 而是使到我们人 有错谬的这一个相信 有错误的解禁 求神帮助我们 记得盗贼来 莫非是偷窃杀害毁坏 但耶稣来 要叫我们活得更丰盛的生命 今天撒旦会借着 很多的方式来欺骗我们 撒旦会用 这些异端邪说来欺骗我们 撒旦也会用很多的 这一个我们生活上面对的问题 来欺骗我们 我们常常要很谨慎 要警醒 要专心跟随主 我们天天一定要读经 要祷告 你说我不认识字 书我不认识字 但我相信你可以听 听也能够帮助你 当你听到 你行到 就是活住耶稣基督了 第三点 守护真理 等主再来 我们今天要持守着神的话 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祂会再来 我们今天是因性正义 因性得生的 今天我们不是靠着别的方式得救的 所以这些来欺哄我们的话语 千万不要去接受 因为这些都是一端邪说 他们是邪教 什么是邪教 邪教使到我们 受到很大的 这个生命里面的控制 邪教也就是邪灵的控制 邪灵的控制 使到我们活在很多的惧怕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去尝试 我们也不要说好奇 弟兄姐妹 这些好奇不了的 我们知道有这些邪教 我们也知道有这些异端 我们就要很谨慎 每一次读神的话语 每一次看视频的时候 每一次看网络的时候 要很谨慎 去看看 有没有跟圣经有抵触的 不要认为 这个牧师讲得很好 你就听 但是带领你走的是离开羊圈的 异端跟邪教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邪教使到我们心里面 活在许许多多的惧怕 所在很多的淫乱 很多的这个心灵里面没有平安 但我相信 耶稣祂的话说 祂来是要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 在早期 因为有许多的这一些异端邪说 崛取 所以有一卷书叫做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就是告诉我们真理 任何一个邪术进来 没有办法去承认这个真理的话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端的 让我练给大家听 使徒信经说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日 从死里 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信徒相通 我信罪得圣灵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使徒信经教导我们 在主里面是合一的 我们不分别任何宗派 我们在主里面真的 宗派是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这个立场 但是我们在主里面 这使徒信经是唯一 我们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 约翰二书第七节 他说 因为世人有谁多人迷惑出来了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 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 你们所做的工 乃要得着满足赏事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 就有父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们家里 也不要问他们的安 因为问他们的安 就在他们二上有份了 使徒老约翰他又这样说了 他说现在世上出来 有许许多多的人迷惑人的 他们已经出来了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 是倒成肉身的 这些迷惑人他们是敌基督来的 他们是反对耶稣基督的 约翰教导我们要小心 要谨慎 告诉你隔壁的人 要小心 要谨慎 不要失去所做的工 要得着满足赏事 我们所做的 上帝必然要回报我们 如果这些人来到我们当中 不讲这些真理的话 他说不要接待他们 不要问他们安 免得我们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不要去接待他 敌基督出现了 他不认识耶稣基督 敌基督 他们来的就是要迷惑我们众人 他们的教训使到我们离开神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 耶稣他帮助我们 使到我们不再受到这些离异基督的气候 我们今天在他里面 我们就得着他的智慧 他的知识 我们只要勤读圣经 明白真理 当我们明白真理 当异教徒 当这些异端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我的妹妹好几年前 跟我的妹夫在丹麦里面 在丹麦那边服侍当地的教会 然后有三个姐妹 称他们自己是牧师 是传道人 他们就找我妹妹了 她说他们需要住宿 需要接待 所以我妹妹把她接到家里面来了 这三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在主人应该到家会去聚会的时候 他们都不去了 所以他们三个人 在这一个他的家居住的时候 就百般要求 吃了住了用了 都百般要求 所以我妹妹就拨电话告诉我 姐姐我遇到这三个人 自称是牧师传道人 可是他们的行为有一些怪 那我就说 你最好是把他们三个请出去 要不然就迷惑你的教会 如果他留下来日子更久了 教会也会受影响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很小心 他自称自己是基督徒 可是他所做的事情 他们所做的都是歪曲圣经的教导 求神帮助我们 当这些歪曲圣经的教导的时候 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 我们不要去接待他 主耶稣是神 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 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 完全的神 主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 为你跟我代道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谨慎 我们常常要谨慎 有许多披着羊皮的狼 进到羊圈里面来 羊圈是哪里 羊圈就是教会 这些都是基督徒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 我们一定要明白真理 信主的人 我们要跟着我们的牧者走 信主的人要听 我们圣经里面神的教导 而不是别的方式来教导 求神帮助我们 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上帝的灵 与我们同在 我们都会分辨 相信我们的神的灵 使到你的灵刚强起来 在我们里面 打过在外面的 所以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刚强赚胆的心 上帝赐福给大家 让我们弟兄姐妹 每一次遇到这些 异端学说来向你说的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去告诉他们 你不需要去信他们 也不要去跟他们辩驳了 让他们自己到别的地方去 让神的平安与我们大家同在 让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实在的我们不懂得怎么样防备 这些假先知 他们所说的 使到我们都迷惑了 迷惑就是陷阱 使到我们跌在里面 我们不能够跳出来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分别诸灵的恩赐 怎么样的 懂得分辨 我们也求主 你给我们聪明智慧 让我们真的懂得 在上帝的坏里面砸根 主啊 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 常常在神里的话语里面 能够站立地稳 谢谢你耶稣 你赐福给我们当中 在视频 在网路上的 收看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人带着 一个饥渴慕义的心 来寻找上帝 你给我们的话语 谢谢你 你喂养我们 使到我们灵里面得以刚强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上帝赐福给我们 阿们 上帝赐福给大家 Amen 感谢赞美主 求主帮助我们将你的话 深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的生命是 见机在主你的真理上 主我们现在要以另外一个方式 来敬拜你 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 来做奉献 亲爱天父上帝 我满心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要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 信上 求你来约纳 无论是十一奉献 建堂基金 还是拆传的基金 我们都将它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求你来赐福 来用在你的国度里 来扩张你的国度 我们感谢你 也祈求主你赐福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此祷告 诚心诚意 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可以通过荧幕上的QR码来电子奉献 或可以将支票邮寄至我们教会办公室 有关更多奉献方式 可以查阅我们的网站 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信息 或者是想要更多了解关于耶稣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immanuel.org.sg 或者是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还是我们的祷告网站 与我们联系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崇拜 我们下周依旧是在线上进行崇拜 我们下周见上帝赐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